富婆先修课 林恩如老师就是要跟大家来谈谈 在这个股市投资上面 相信很多朋友就会 对于股市到底是涨市跌 我们的下一步投资到底该怎么处理呢 就会有很多的疑惑未知 那你就会想说 那我是不是应该认真一点 要来做一下功课 做一下技术分析 市面上有什么理论这样子 然后还要听听这个名嘴报名牌 产业的财经趋势等等 这样子好像消息非常的多 比方说今年的股市 我可能在前几天就看到说 有专家说今年股市会大涨 然后最近这几天看到 又有另外的人说 今年好像不太看好这样子 那到底是怎样 所以呢越忙心就越乱 那林恩如老师这边 也有为大家来准备 极简投资这样的一本书 希望大家用简单的方法 股市小白也能够一天来搞懂的 这个技术分析 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这边就邀请到了 标股女王林恩如老师了 哈喽老师你好 大家好 嗯那我想说 首先呢就是要来问一下 林恩如老师啊 许多股民呢 每天盯盘杀进杀出 却发现说他要获利却好难 甚至还会惨赔这样子 那可是你又说呢 可以学到简单的投资方法 然后像书里面 我记得你还有提过 自己就可以过着优雅的人生 因为你好像呢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你也是非常忙碌啦 然后也没有很成功 但是后来你抓到药林的时候 你觉得你的生活都可以变得很优雅 是这样子吗 一般投资人对股票交易市场啊 其实有蛮多跟蛮大的错误的认知 会认为说想要在股票市场上赚钱 好像每天都要在股票市场杀进杀出啊 要认真坦盘啊 或者是说好像做很短 就是他们在看行情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都看太短了 都是急功近利 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去获取到一些利润 可是你要知道哦 如果你想要获利的话 那时间短的话 它的利润 它所谓的那个利润就产生不出来 因为毕竟一天涨跌只有10% 那如果你只有说 每天再这样杀金杀出 你一天可能 譬如说强势股的话 涨上去已经可能5% 6%了 那很厉害的 去买到涨停 它还只剩3-4% 所以再扣掉一些手续费的话 其实非常的为例 所以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这样子的状况 还会导致说每天都要进进出出 在市场上其实想要获利 应该要离盘面远一点 真的哦 不要那么认真看盘 我觉得跟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是一样的 譬如说你在养小孩啦 或者在职场工作 一定要有一个时间的堆叠 你才会看到成效 你不可能说马上速成 其实在交易的市场上 你想要获利其实没有速成 它是需要时间的堆叠跟趋势的力量 所以当我们认识趋势的时候 就可以明白说 为什么股票市场 它原来是有它的脉络可循 然后有它的时间 然后慢慢慢慢等待 这样子调整看盘跟交易的时间 还有办法去达到比较可观的利润 不然都是迎头小利而已 那这样子我就要帮很多 现在呢也手上没有太多的钱 薪水不多 然后呢 他就生活过得很辛苦的这一些人 然后可能很多都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呢 来问一下林恩如老师 那我的钱又那么少 然后你又说要得要等时间 那这样子我会不会赚的钱就 就真的很少还是很辛苦呢 那为什么那些有钱的人 都可以很轻松的赚到很多钱呢 其实钱少啊 他其实也是必须要靠时间 越少的钱 你就更应该用更长期的时间去换 因为你钱少的话 其实只是前面而已哦 你只是前面哦 那如果你随着时间 你的功夫学好了 或者是你选股的技能 你选到好的标的 那你随着时间就可以翻倍 你不要觉得说我钱很少 我还要再等待 你就钱已经够少了 我更应该等待 你已经没有 简单来讲就是 没有输的本钱了 你就更应该扎扎实实的 在市场上等待机会 那你只要逮到机会 抓住了你的小钱翻倍翻倍 其实也是一笔很可观的利润 也会比你上班啊 来的好很多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自己钱很少 然后就要去做短线 因为短线他其实只是一个参与感跟快感 他真正想要在市场上赚到钱 是机会比较渺小啦 除非是神人等级的这样子 是 那再来就是说要请教一下恩如老师 你觉得股市投资要学通四大法宝 那股海就会无往不利哦 到底是哪四大法宝呢 最主要我们其实是利用市场的大趋势 它是一个数据 那这些数据呢 都是市场真实买卖的数据哦 那这些数据就是均线 均线它其实是由所有的人交易的平均价格 来去所组成的 然后均线趋势 然后趋势是整个市场的力量 市场的方向走势 然后形态也是由每一天或每一周的一个收盘价 之后我们去看它的形态组成 可能是起涨的形态 或是下跌的形态 或是整理的形态 所以你从这些K棒的股价 然后K棒的一个排列组合 你就可以知道说目前市场是在走 多头还是就是上涨 还是整理还是下跌 所以你只要看得懂 均线趋势形态成交量 成交量就是这个市场 这个股票的参与度高还是低 那你了解这四大法宝 基本上你就已经看透了大概股票的一个运行的方式 那老师你说可以看到说它可能是上涨 还是下跌还是整理 那这个时候我到底是上涨要跟着追吗 还是怎么样 下跌要不要赶快出清一下 因为基本上我们这个投资方法 它是布局在底部的 就是底部布局 那我们基本上你只要看到有一些迹象 因为你看得懂 你就会知道说 发动之前它会有哪些讯号会提供 疑心你 因为这个是市场走势 这不是我们自己说 凭空想象或是自己预测 刚像您讲的说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股市 就这样要涨啦 所以大胆啊 或是明年不怎么看好啊 什么之类的 其实它那都是属于个人观点 那我们所做的是参与市场走势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市场 因为我们不能够 不能够凭空想象 不能够没有依据 那我们是就市场给我们的一个讯息 然后去了解说 原来目前市场是很火热的 然后现在每个人买的股票都赚钱了 所以这个趋势是往上的 这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们只要在骑涨之前布局 或甚至已经开始骑涨 你赶快搭上这个骑涨的列车 之后就静待驾音 所以你不用很忙 即便你投资了 你买了股票 你还是可以很优雅的去 很可能去出国旅游啊 去吃美食去运动 等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上班都OK 那你股票市场还是继续有在投资吗 那我要问一下恩如老师这个问题 就你刚刚说我们必须要去做这一些的技术分析 然后了解这个整个四大法宝的状况 可是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呢 在这个过年之后 然后呢 这个股市不是就连涨了几天吗 尤其是台积一定 我们涨得超厉害的这样子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要不要就 因为会涨所以就跟啊 嘿 这样子 因为我们会 最主要是以那个风险为优先考量 那你要去评估哦 因为我们不可能说只有进场点没有出场点 就是我觉得任何事情 你都要有一个一正一反 或有进有出 那你要知道哦 你现在要进场了 万一市场不利于你的时候 你要不要出手 可是他在大涨啊 他这几天都在涨啊 对不对 那会不利吗 OK你涨你参与他 那未来如果这个走势不如你预期了 跟你所想的不一样了 可能台积电回落了或下修了 股价到500了 那你自己要有个平损点 就是说你要先清楚的知道说 现在的股价跟未来 如果不利于你的时候 到哪一个 最后防守线你要出场 你不能够说 我就进去了啊 我就不理他啊 很多人就是因为 他不清楚说 他的进退没有依据 会认为说我买股票就是要赚钱 这要跟你赔钱 但是我们这边先考量的是风险 也就是说 对的时候你在场内 不对的时候你已经离开了 就是跌破多少的这个 投报率的时候 价格的时候我就应该要出场了 不要说就给他套在那边 到时候再说这样子 没有没有 因为其实股票市场 它其实是一个资金轮动的市场 嗯 那你的你的钱有限嘛 那你不可能说你一直套在那边 然后下次机会来 你就干瞪眼 嗯 所以啊 我们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凭据 比如说我们去看20周均线 那股价跌破20周均线 就是出场的时候了 哦 是 因为我们讲说进场的理由 消失的时候 就是该出场的时候 是是是是 好那我要举的那个例子 刚刚讲的就是说 比方说连续几天 其实是看起来大盘是大涨的状况 可是会不会那个 就是刚刚老师说的那一个 整个看起来 其实现在就不是那一种 应该要大涨的那种 往上涨的样子 只是这几天在涨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只是这几天在涨 所以我们为什么请大家 一定要把时间周期拉长 你不要每天只看 你不要只看一两天嘛 我们就请大家来看周线图嘛 你要看他周线图 是不是已经在上涨的方向了 我们因为我们在技术分析里面 有一个叫做上涨趋势 或这个盘整趋势 总共有三个趋势 上涨趋势盘整趋势 跟下跌趋势 对 那 只要你的股价还在上涨趋势 他没有被破坏 股价没有被跌破周二十 其实我们就是一直在场内 我们都不会轻易的去 去出清他 或轻易的去出脱股票 对 所以然后 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个 那个二十周线是不是 好看到那个的时候 有迹象的时候就应该要准备要离场了 就顶破的时候 是是是是是 好然后呢 要请恩如老师提一下说 你那个著作的极简投资里面 还有一些经验传承 传授 那限于说我们时间的关系 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恩如老师的书 那我这边呢 子玲就想要请教一下恩如老师 我们如何站在市场的风口上 简单轻松的获利呢 然后所谓的风口 你是指什么呢 因为股价 它跟那个我们所谓的市场是一样的 像我们现在就很清楚的知道 现在的趋势就是AI 就是人工智慧 那就是所谓的自然生成 那现在就是在股票市场也一样 你会很清楚的去发现 哪一个族群它是比较容易上涨的 而且它会常常出现 你可能耳熟能详 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议题 那其实基本上我们 因为现在有工具嘛 我们像老师这边 我们就有提供那个看盘的软体 就是长线聚宝盆跟强帽旺旺来 那我们从这个工具里面 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去定秒 哪些股票是经常出现在 所谓的股票池里面的 那这些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在学校考试里面 常常上榜的这些知优生 那我们只要掌握了这个秘诀 就是说 他经常出现给你看 你常常看到他 他的股价表现又不错 你停水又可以接受 所以你常常看到 常常看到这个 这个关键很重要 也就是他表现非常优异 你老是看到他 就像我常常说我们学校 这知优生又是你又是你 所以他考试第一名第二名 都是前几名都是那个 明年前都是那几位知优生 股价也一样 股票市场也一样 所以他会经常出现 那他 再来第二个点就是 你要把握的就是群组性 也就是说 跟他有高度相关的族群 我们可能全面性都上涨 譬如 全部都是IC设计 譬如说台移店 联发科 他就是同一个族群的 你就知道说 IC他就是主流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投资什么 投资热门市场 你不要投资冷门股 不要投资那些什么小型股 投机股 我们最主要的是 要投资 因为我们投资就是 希望可以买得安心 报得劳税得着 而且我们是真正以 投资的定义 在做投资 你不是说投机 投资跟投机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今天就是看好一个公司 然后进场之后就 跟着他的成长 那你这个同一个族群 他会常常出现 所以你只要多看 多看那些看盘工具 然后你就会发现 常常看到 他就是可能就是 我们下一波的主流 好 然后呢 最后恩如老师 有没有提醒一下 听众朋友什么呢 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把 交易这件事情 视为一门专业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未来的时代一直变迁 那可能很多行业 可能会被人工智慧取代 等等 我觉得不要过度的担忧 但是也不能够不提防 那么就是要培养自己的一个技能 然后呢就是 如果你交易的话 你要先把你的基本功 可能你一定要知道 市场的运作方向 然后你的最大损失 你的风险在哪里 你的资金可以布局的有多少 你可以承受的损失有多少 你不能够贸然的进场 我发现很多投资人啊 进市场就是 就是很不好的离开 都不好的结局 那是因为对市场其实 没有一个深刻的了解跟体会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 再一次的来检视自己 对市场的认识有多少 我们要了解之后才能够投入 然后如果投入之后就开始 要保持一个比较平常的心态 你不要太急功近利 开始跟着就是要开始认识趋势 然后把交易的周期拉长 然后不要离盘面太近 不用一天到晚 其实股票投资市场 并不是叫你一天到晚盯着盘面看 然后跟市场保持一下距离 然后让自己的身心灵 可以更提升更优雅一点 好 今天我们在节目这边 就是邀请到了 标股女王林恩如老师 那也希望说呢 可以透过老师的一个分享 在书里面呢 极简投资的一个传承 让大家呢 可以投资简单 而且过着优雅的生活 那老师有特别提醒 就是赢在心态 要拔除书家的基因 那我们今天在这边 就要谢谢林恩如老师 在节目当中 也跟大家来分享了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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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